大国思想长廊 发展的阻碍 一方面又虔诚地信奉上帝 他是一位詹森派信徒 正是这个矛盾 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 人的能力和限度 他的名言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既指出了人的理性的独特与尊严 又表明了人的脆弱易损的处境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 旅法中国学者赵岳胜 介绍青年时代的 帕斯卡尔与科学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 前面你讲到笛卡尔时 说他是个天主教徒 但从他的著述中看 他似乎更注重理性 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 却有许多神秘感 他似乎更受宗教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的 17世纪这两位并肩而立的巨人 各自的思想风格 有很明显的不同 一位清晰明快 一位神秘犹疑 特别是当你要看一看这个帕斯卡尔的思想路的时候 就体会更深了 但两个人都在数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所以这种区别呢 要从两人对宗教的态度上找原因 今天我们开始讲帕斯卡尔 他会涉及到一些宗教问题 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帕斯卡尔的生平 帕斯卡尔是1623年生于法国中部的克莱蒙 他比迪卡尔小27岁 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很像 帕斯卡尔家也是小贵族 他的父亲 艾迪恩帕斯卡尔也是政府官员 有相当一段时间 他掌管卢网城的税收大权 这位艾迪恩帕斯卡尔 其实天性是个科学家 他极其爱读书 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 他对独子帕斯卡尔的教育 采取了和蒙田父亲同样的方法 自己来当启蒙老师 让小帕斯卡尔自由学习 不去那些教会学校 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而完全不在意他有什么文凭 有这么一件事情呢 对帕斯卡尔后来思想中的神秘感有影响 他出生后不久 身上就表现出两种奇怪的症状 一是怕水 一个呢 是怕他父母彼此表现出亲密 比如拥抱 亲吻 每逢此时 小帕斯卡尔就会抽搐昏厥 结果就有人告诉他父亲 说帕斯卡尔的这个病啊 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 不肯给一位老太太施舍 而这个老太太呢 是一个有魔法的人 结果他父亲真找到了这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施展魔法 而且他配了一种草药 治好了小帕斯卡尔的病 经历了这件事情 帕斯卡尔一生都因理性与信仰 明智与疯狂的冲突而备受折磨 帕斯卡尔是坚信科学的人 却让一位巫婆治好了病 这实在也太奇特了 是啊 所以他始终对人的脆弱和非理性的一面 体会很深 在他12岁的时候 他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 而且开始对数学和几何感兴趣 但是他的父亲怕他年纪太小 理解不了深奥的几何学 竟然把欧基里德几何学的书藏起来 不让他读 但是帕斯卡尔凭借天才苦学 在16岁那年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 论圆锥曲线 这篇文章曾被送给迪卡尔看 迪卡尔一方面认为这孩子天才过人 一方面也指出论文中有模仿他人的痕迹 当然16岁的帕斯卡尔 从他父亲的朋友处汲取一些知识和想法 也属正常 但是他的天才 已被当时法国的许多大人物所承认 这时帕斯卡尔的父亲去卢网任税务总监 小帕斯卡尔见他作账 日夜劳累 就开始构思一下计算器来减轻父亲的工作量 这台机器成功地制造了50多台 当时法国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买来 作为一件收藏品 现在仍然有几台存在世界上 亚克阿塔利 他是这个重要的巴斯卡尔传的作者 他评价说 说帕斯卡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首创者 以使符号操作自动化 并制成了一种能够编排运算规则程序的机器 其实帕斯卡尔的计算器 一旦从十进位变为两进位置 那么今天所有的计算机 就只不过是对他做了改进而已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 但是从最基本原理的角度看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 你说的帕斯卡尔的论文 论原坠曲线 是不是被称之为帕斯卡尔定力的原坠曲线 六边形定理呢 正是帕斯卡尔阐明了一条定律 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 其三对边的焦点为共线 正是在这条定理的基础上 产生了投影几何学 有了它才有现代建筑制图和工业制图 帕斯卡尔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就是真空理论 而在古希腊 最有科学头脑的责任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他也否认有真空存在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要承认真空 就仿佛承认虚无 而帕斯卡尔呢 用自制的长玻璃管子 在不同的海拔上 观察水银的升降 从而证明了真空的存在 这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极大 包括后来的航天业 所以我们要知道 法兰西民族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极大 帕斯卡尔只活了39岁 却有这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 实在让人惊叹 帕斯卡尔对科学所做的贡献 已经相当惊人 但是他不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吗 对的 这些科学贡献呢 是有开创性的 即便后世科学的发展 超出了帕斯卡尔当年的水平 可是帕斯卡尔在哲学神学等方面的建树 却是无法被超越的 保有永恒的生命 他在24岁那年 接受了詹森派的宗教理念 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影响极大 为了听友们能更好地理解帕斯卡尔 我想先讲一下詹森派 在法国 提起詹森派就一定会提起 波罗亚尔 包和花亚了 碑线上有这么一站 就在卢森堡公园附近 这本是一个女修道院的名字 它创建于1204年 坐落在舍佛洛兹山谷 一个叫做波罗瓦的地方 波罗瓦是个古法语词 意思是荒凉僻静的沼泽 后来波罗瓦转阴成为波罗亚尔 约定俗成 用来指柬埔辟静的处所 到了17世纪的时候 亨利四世的一个朋友 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 安托万阿尔诺的妻子 卡特林在巴黎 圣雅克街和天文台 临音道交口的地方 买下了一座宅子 让乡下的波罗亚尔修道院的修女们 搬到巴黎来住 这就是巴黎的波罗亚尔修道院的来历 到了1637年 阿尔诺家族的一位男子 勒梅特 在波罗亚尔修道院边上 买了一座房子 隐居起来 原因是呢 他爱上的姑娘嫁给了别人 这位勒梅特不是寻常人等 他是巴黎最出名的律师 同时呢 又是国事顾问 但是因为爱情受挫 便看破红尘 做了一个不出家的出家人 这倒真应了中国古人的话 大隐隐于世 没错 这勒梅特就在这座繁华的巴黎市中心 隐居起来 同时呢 波罗亚尔修道院的精神导师 和讲经人圣西朗神父 得罪了黎世流 被抓了起来 结果呢 就使这座修道院 和与他相关的人 有了一种对抗当局的悲剧色彩 结果有些对当机不满的贵族 就聚集在波罗亚尔修道院周围 使他成为拒绝世俗荣誉 对当局摆出不服从姿态的这么一个象征 波罗亚尔修道院成了宫廷眼皮底下的 自愿流放地 这让当局感到很担忧 因为当时最伟大的戏剧家 拉辛也加入了这样一群人 当时宫廷的红人圣西蒙说 说这些人加入到这里 就是能和法国最聪明的人在一起 而显出自己不凡 所以可以说呢 波罗亚尔修道院的周围 聚集了一群不那么尊宠当局的社会精英 那么这些人在想什么呢 他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 我们下次再给听友们谈 好的 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赵越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 是赵越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第十八期 介绍了青年帕斯卡尔与科学 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 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下个礼拜的同一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好 与迪卡尔活动在同一时代的帕斯卡尔 他是位怀有强烈宗教情感的大科学家和思想家 他一方面批判经验哲学 对人类科学发展的阻碍 一方面又虔诚的信奉上帝 帕斯卡尔是一位詹森派信徒 詹森派认为 人能否得救 全然不依赖人的自由意志 不依赖他在尘世的行为 而是命中注定的 神已经选择了要赐予恩典的人 这是一种命定论的救赎观 其实质是把人生活动置于悲剧的舞台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 旅法中国学者赵岳盛 介绍帕斯卡尔悲剧性的宗教观 人在此事 能否得救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 上一次您谈到 要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詹森派 因为帕斯卡尔是詹森派的信徒兼斗士 我想这很有必要 是的 谈詹森派的思想似乎扯得有点远 但是不了解一点詹森派的观点 就不容易理解帕斯卡尔 上次我们谈到波罗亚尔修道院周围 聚集起来的那些精英们 他们信奉詹森派 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他们是不满黎氏流统治的贵族 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 经济利益在离氏流治下受到了损害 所以摆出一副退隐宗教的姿态 这是以面向上帝来蔑视人间的强权 詹森派领袖阿尔诺是帕斯卡尔的朋友 所以帕斯卡尔也成了波罗亚尔修道院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阿尔诺的鼓动下 他撰写了致外省人信扎 为詹森派辩护批驳耶稣会 那么詹森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他是卢文大学教授詹森撰写的 《奥古斯丁传》中所产发的一些宗教信条 当时教皇指责他有五条重大错误 这五条重大错误实际上非常复杂 其实他最核心的教义简单说 就是人在尘世能不能得救 上帝早已预先选定 他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有自由意志 也否定了现世善功的意义 这是最极端的恩典说 也带有强烈的精英得救倾向 在詹森派看来 云云众生早已注定沦落 上帝不救赎所有人的原罪 而只是把他的恩典赐给他的选民 这个思想完全来自圣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 这不是和基督教普救众生的观点相矛盾吗 是的 但是詹森派这样讲 他有针对性 他反对的是耶稣会的主张 针对的是耶稣会的决疑论 这个决疑论把对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件日常的 可以随意处置的事情 耶稣会的教士们甚至编出过一本决疑手册 信徒你碰到什么困惑难题 你就只需要按照决疑手册中详细分类的那些项目 比如婚姻财产行善犯罪等等子母 去查阅圣经中相关的解释 通过祷告告解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依照耶稣会的信条 上帝以神子之死 已经救赎了所有基督的信徒 上帝的恩典是朴实的 只要你信上帝 即使你在生活中犯下种种罪过 也仍能得救 这是不是像中国许多信佛的人那种 临时抱佛脚的信仰方式 是有那么点意思 听友们可以想想 在中国有许多所谓信佛的人 他礼佛的时候 信中有个明确的目的 求子啊 保佑自己的官运 财运 亨通啊 等等这种现实的世俗要求 这实际上是把信仰 变成了一种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 那么詹森派的信条则是极为严格的 因为人能否得救 已经是上帝预先施语的恩典 所以你就不能为得到救赎而去信仰 信仰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道德行为 与现实能否得救无关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帕斯卡尔这个严谨的詹森派信徒 他对耶稣会是很蔑视的 他在他的思想录中说 世人的罪恶与耶稣会的罪恶 大人物希望受人奉承 耶稣会士则希望受到大人物的宠爱 他们都委身于谎言 一个欺骗 一个受欺骗 他们是贪婪 野心 和受欲的混合 帕斯卡尔受阿尔诺之托 写的至外省人信仰 更是淋漓尽致地 批驳了耶稣会的教义 结果这部书呢 被罗马教廷查尽了 帕斯卡尔对此非常愤怒 他在他的思想录中说 假如这些人 也就是指波罗亚尔修道院的这些人 还沉默着 那么石头也要讲话 沉默便是受到的最大迫害 圣者从不沉默 帕斯卡尔呢 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神圣的人 而且他认为 必须要发出呐喊 但是不是根据宗教会议的禁令 而是根据心中有话要说 在罗马教廷查尽了 至外省人信扎这本书之后 帕斯卡尔认为 他们是在谴责真理 帕斯卡尔指出 宜端裁判所和耶稣会 是真理的两大灾星 从这些话里 我们能够看出 帕斯卡尔对宜端审判 内心是相当反感的 但是他的这些想法 都写在他的思想录里 这部书呢 在他死后八年才被人整理出版 帕斯卡尔的这种反抗精神 倒正是詹森派信徒的气质 是的 我很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詹森派的信徒有许多 是有相当学问教养的社会上层 和耶稣会相比 詹森派更是精英的信仰 所以我们正次谈到 波罗亚尔修道院 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 是不驯服的一股力量 路易十四后来下令 禁止詹森派的传播 并且把波罗亚尔修道院 完全摧毁了 他就有防止 异端扩散的考虑 但是帕斯卡尔不认为 自己是异端 他相信自己的信仰 是最纯正的 因为他来自 对人类生存状况 悲剧性的深刻的体会 那么像帕斯卡尔 这样一个天才的科学家 为什么会对宗教信仰 这种无法用科学原理 来解释的东西 如此执着呢 有这么一件事情 可以来解释这个现象 1654年11月23号 晚上10点半 到深夜12点 帕斯卡尔突然 看到有一束强光 照射他 使他悬运 睁不开眼睛 他感到自己灵魂脱窍 仿佛离开肉体 飞升起来 他眼前好像看到了上帝 随后他就昏过去了 一直到凌晨才醒过来 他取出一张纸 在上面记下了一篇祈祷文 同时记下了日期 帕斯卡尔记录到 1654年11月23号 殉教者圣克里索高纳 和其他圣人纪念日的前夜 从晚上10点半到12点半 火光 他记下了这个日子之后 他就写了一篇祈祷词 他说 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噶的上帝 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坚信 坚信 感觉 喜悦 安宁 正直的天赋 这世界从不知道你 但我已知道你 喜悦 喜悦 喜悦的眼泪 我曾与你分开 他们已弃我于活水的源头 我的上帝 你会不会离开我 你派来的那个人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曾与他分离 我曾躲避他 抛弃他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再不离开他吧 这段祈祷词反反复复 像是昏迷中的詹语 是有这么点意思 我比较完整的引述 帕斯卡尔的这段祈祷文 因为在帕斯卡尔的一生中 被称为火光之夜 从这时候起 他的思考方向 把科学和宗教 哲学合为一体 帕斯卡尔的研究者 都反复研究这段祈祷文 有人指出 说这个幻觉 来自不久前呢 发生了一场事故 帕斯卡尔乘车外出 在塞纳河的一座桥上 这拉车的马突然狂奔 前面的两匹马呢 掉进河里 但是恰恰在这桥边上 马的缰绳断了 车子停在桥边 没有随马一起坠入河中 帕斯卡尔幸免于难 这就使他相信 上帝创造奇迹 而他就是詹森派 所论的那种被神 事先恩宠的人 也有人分析 这是因为帕斯卡尔 他最爱的妹妹 雅克林 出家到波罗亚尔修道院 当了修女 使帕斯卡尔 在极度的孤独中 产生了幻觉 但是有一个事实 可供我们思考 这份祈祷词 被帕斯卡尔缝在 自己的衣服的衬礼中 死后才被人发现 这说明呢 帕斯卡尔 自己是完全理智的 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呢 先谈到这 下一次我们再 接着分析这篇导词 好的 那就谢谢赵越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 是赵越胜的 法国思想常能 第十九期 介绍了帕斯卡尔悲剧性的宗教观 人在此事 能否得救 感谢苏利纳的技术制作 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 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法国思想常狼 各位听众好 近代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家 迪卡尔走向哲学 是研究科学促成的结果 在提卡尔的理性主义逻辑下 人们关注简明清晰科学的论证方式 秩序 进步与征服自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而在帕斯卡尔的思想中 这些并不是唯一的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价值 而直觉 情感 模糊不清的内心纠结 反省 自责 是人存在的内在逻辑 前者通向科学 后者通向宗教 在今天的法国思想常狼节目时间 理法中国学者赵岳胜 介绍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 对神与人的思索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 上次您谈到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我们知道帕斯卡尔 许多深入的思考都在这本书里 请您给听友们 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我尽可能简明地介绍一下 因为这部书是帕斯卡尔思考的记录 而他的思考过程呢 和他的人生经历又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的思考经常变化 常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从形式上看呢 这部书是由许多片段集合而成的 这些片段有时因为他思想的变化 而中断了 但是却真实记录了他的思想的轨迹 这部书中有许多论述 都是为了证实宗教和信仰的价值 证实上帝的存在 对人的存在的意义 这对一位像帕斯卡尔这样的大科学家 是不是有点矛盾吗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帕斯卡尔 对于人在世上的现实状况的看法来理解 在思想录中他这样描述人类的状况 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带着枷锁 都被判了死刑 其中每天一些人看着另一些人被宰杀 那些活着的人从他的同伴的近况中 看到了自己的近况 他们痛苦而又无望的面面相去 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 这段话表明在帕斯卡尔看来 人生来就处在一个悲剧的舞台上 不管他的理性力量多么强大 不管他对现实中的种种活动 包括科学活动 有多么深入成功都不能逃脱 生命的有限性 人若还有追求永生的愿望 那其实只有靠宗教意图了 宗教的实质是思考那些 不能用常识理智来思考 来说明的事物 因为人是太微小的有限存在 他面对上帝就像一面对无限 帕斯卡尔说 你把一加到无限上 并没有给无限增加任何东西 他不过是在无限的尺度上 相加有限消失在无限之中 变成了纯粹的虚无 我们的精神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 我们在神的正义面前也是这样 我们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之间 是不成比例的 犹如一与无限 正是由于认识到无限 才需要有上帝的神性来做人事的依托 但是帕斯卡尔的这个说法 并不代表他认为人在神性面前 像个无助的孩子 因为他相信人有其独特的超越万物的优点 那就是人有精神的伟大 只有人的精神能认识神性 体会神性 获得人生的意义 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 人是能思想的芦苇 我们可以想一想 芦苇是多么的柔弱 大风一吹 他便倒了 但是他又多么坚韧 风一过去 他又挺起身来 人的柔弱如芦苇 却又因人能思想而强韧 有许多大科学家 都有很强的宗教情节 这倒是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 你可以想一想 越浅薄愚蠢的人 越敢于断言 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宇宙真理 这些人他不存敬畏心 因无知而无畏 可是学问越深厚 科学成就越大的人 越谦卑越自省 这我们在前面讲到蒙田时 我们已经专门谈过 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斯比诺沙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 《伦理学》的第一部分 题目就是论神 但是他的这个神呢 绝不是普通教徒 顶礼膜拜的那个上帝 而是整个世界的原因 他用神这个观念来解释世界 他的神就是自然本身 神的律法就是自然规律 我们把这种宗教观称为泛神论 实质上是承认万物运行的力量 我们对之永不能完全认识 但我们能通过理性 或者通过心灵来接近它 因此我们尊重自然 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心存千功 对世界万物心存敬畏 另一个例子就是爱因斯坦 他不相信有人格化的上帝 却认为科学若没有宗教 那就是一个脖子 他明确说 我认识到有某种我们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着 感觉到有一种东西 它接近我们心灵最深奥的理性 和最灿烂的美 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 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 所以爱因斯坦他就公开说 他说我只相信斯宾诺莎的神 这些伟大的思想 正是我们这个科学仿佛无所不能的时代 要时刻牢记的 我看帕斯卡尔对宗教的看法 也有这个意思 你的感觉非常有道理 巴斯卡尔自己说 要避开那种一知半解 却自以为有知识的人 这些人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他要寻找另外的一种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经历过人类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后 才发现自己一无所知 但这是一种认识了自己的 有学问的无知 帕斯卡尔他不相信笛卡尔所宣称的 在逻辑上你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帕斯卡尔说逻辑不能证明灵魂不灭 他自己在数学 几何学 物理学方面都有辉煌的 开创性的业绩 但是他却认为逻辑证明是最容易的 你可以交给机器去做 而心灵的直觉 体悟万物美妙不可言说的能力 却是最宝贵的 对宗教的奥秘 比如三位一体 道成肉身 圣餐 原罪等等 你不要强求用理智去证明它 而要靠内心的爱来确信 他说 基督徒的上帝乃是一个仁爱与慰藉的上帝 那是一个统领人们的灵魂与内心的上帝 他使人们深感自己的可悲 深感上帝的无限仁慈 他深深融入了人们的灵魂 使人们的灵魂充满了谦卑 欢乐 确信 仁爱 他使人们除了归附于他之外 就再没有别的归宿 我相信那些有宗教信仰的听友们 会同意帕斯卡尔的这些论述 对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帕斯卡尔用来谈论上帝 谈论信仰的方法 完全不是他研究数学 科学时候使用的方法 他非常清楚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所以他使用 本能 感官 情感 爱 等等词 来描述人进入宗教的途径 因为他断言 确定性不属于内心感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 而宗教这种东西又没有确定性可言 直角三角形 内三角合等于180度是确定的 但是神的恩宠则不是确定的 这点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 只能靠直觉和信仰来体会 这个判断呢 实际上是来自帕斯卡尔 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判断 他说 人在自然中到底是个什么呢 对无限而言 就是个虚无 对虚无而言呢 他又是个全体 他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向 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 都是无穷之远 所以事物的归宿和起源 对他来说 都是隐藏在一个 无法超越的神秘里面 这是说人的理解能力 不可能穿透虚无和无限 而人呢 他又有一种自然的本能 冲动去探求这种无限 所以他的精神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质 那就是直觉的穿透力 像某种逻辑无法表述的感觉 诗却可以表达 帕斯卡尔把这种能力 称之为人的游戏 所以有些分析家 比如说 Lucian Goldman 他就说 他说帕斯卡尔啊 实际上他启发了启蒙思想家 但是他比启蒙思想家 要更现代更前卫 帕斯卡尔确实有许多思考 远远超过他的时代 像福尔泰这种启蒙大家 对帕斯卡尔就不大理解 他讽刺帕斯卡尔 把聪明才智 用在一些无意义的思考上 但是我以为他错了 我们在下面讲启蒙时代哲学时 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好的 那就谢谢赵业生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 是赵业生的法国思想长廊 第20期 介绍了帕斯卡尔的思想路中 对神与人的思索 感谢罗道夫的技术制作 感谢各位收听 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